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9月27号 星期五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 我是许贵雅 以前五端奖是五度五官奖五万 那现在检方在侦办的时候 昨天已经是第四度来提讯柯文哲了 问的不算太久 2.5小时就让他下课了就还压 但是呢 比较特别的反而是沈庆金 沈庆金在前天的时候他被提讯 一口气问了10个小时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有这么多可以问吗 如果说没有东西可以问 或者是说被告不讲的话 哇这样前后还能够耗10个小时吗 沈庆金交代了什么关键的案情吗 另外是还有一个线索 我们要从中国流亡作家袁洪斌 他受访的一篇报道来看起 他说北京从2015年开始 就有针对柯文哲成立了一个 所谓叫做157专案 因为柯文哲常把157挂在嘴边 而且这被列为是最高的保密等级 那这个柯文哲的这一块呢 他们就有提到说 老共他们特别利用台商 跟柯文哲来打交道 那利益输送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透过了澳门赌场用虚拟货币交易 或者是通过期货来给付 袁洪斌对老共手法的了解 竟然跟现在减连侦办的方向是有着惊人的吻合 而山中吴大王黄国昌是出头天了吗 好黄国昌昨天在直播的时候 他在骂谁 他在骂中小平无耻 讲话不不责 要国民党好好的处理中小平 好 八席的民众党 他们不是在国会是蓝白河吗 现在对五十四席的国民党 在那边指指点点指手画脚 国民党敢吞下去 还有黄珊珊呢 她是跨海 今天说回到了台湾 那她跨海在发文 帮柯文哲来辩护 强调说都是语法有据啊 只不过呢 黄香珊你一下讲说是第二十五条 怎么现在你偷偷改成了二十四条 改口供换口供 这样好不好 而且呢 十五天没有发声 没有讲话的陈佩琪 今天退休啊 那现在传出的是检方 为了要理清不明的金流 最近可能会再次的传唤陈佩琪 陈佩琪常常我们知道说 她讲话越讲是不是越大空 这是一个问题 那今天下午还有一个最新消息 是有关于徐甫 民众党的副民主党徐甫 他为什么出现在连政署 是怎么一回事 稍后我们来讨论 现在介绍今天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 桃园市议员 预备陈余将军 郭阳好 大家好 还要欢迎时事平衡员 周卫航 大家好 周卫边来欢迎 自身媒体的中年华 郭阳好 大家好 也是自身平衡 王时期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立委 预言之 郭阳好 大家好 稍后还有民进党台北市员 简舒培会加入讨论 那我先请教将军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就是民众党里面 当然各自有各自的擅长不一样 像黄珊珊 她就针对法条的部分 有了自己的说法 虽然说 美台国防工业会议 她暂时不见人 不过呢 马上就有看到她有表现了 那蔡壁如也有 蔡壁如上一些直播 专访等等 也有很多的事情 但每个人角度不一样 但是我们来看的是黄国昌 黄国昌昨天讲什么 他说这一些金流就是查不到 所以现在检调办案 呈现一个叫做焦灼式空转 对不对 焦灼式空转 黏掉掉 不胖一 然后他晚上又在直播的时候 他是特别去比特王的直播 比特王是不是以前是韩粉 是啊 是 他去了比特王的直播 然后有看到网友就在 正黑版特别点出来 他在里面讲什么呢 黄国昌说他从来没有看过 钟小平 像钟小平这么无耻 这么low的人 讲话不负责任 我们的国昌老师 建议国民党 好好的看一看 钟小平 他到底是在唱什么 身为蓝白的支持者 希望国民党可以 好好的处理钟小平 有点可惜 我们今天怎么是 叶元之来 如果是钟小平 就可以好好的表达 那你怎么看黄国昌 这个喊话 这钟小平真是 真心患绝情 钟小平在很多场合都讲 蓝白不能合 但是立法院可以逃 可以研究一下蓝黄合 他所谓蓝黄 黄就是指黄国昌 黄国昌 钟小平一直在称赞你 对啊 他在说 柯文哲 没什么好合作 柯文哲这个人 翻脸跟翻书一样 黄国昌在立法院 还有桥的空间 黄国昌你那么良心 钟小平在任何场合里 我没有听他讲过 黄国昌的不是 任何场合没有 可是为什么你要在 比特王的这个频道里面 就直接说 国民党好好管管黄国昌 我记得黄国昌 在加入民众党 曾经有讲过 虽然没有发誓 可是他也是正式说 我加入民众党 绝对不干涉民众党党务 对 可是黄国昌 你怎么在干涉 国民党的党务 钟小平是国民党的 而且钟小平是 现任主席朱立伦 在那个同舟计划里面 破例开门 让他回党的人 你在打朱立伦脸吗 朱立伦当时是为了要 扩大整个地方选举的那种力量 让钟小平回来的 你现在在冒起来 在骂钟小平 让钟小平回来 叫朱立伦 他现在在忠心户主 就是说我们柯主席 还关在里面 谁害的 钟小平害的 钟小平不是害柯文哲 关在里面 是柯文哲 自己把自己放在里面 你有看到被羁押的人 越羁押头发越黑 我现在在怀疑 柯文哲在没有进羁押 这个看守所的时候 是不是在挑染 是不是在染白发 你怎么会有一个人 进了看守所以后 越压头发越黑 我们会长白发 要把它染黑 柯文哲是被羁押一段时间 黑发长出来了 如果今天钟小平 接触了什么 这个雨果市场的问题 金华城 北四科 这么多问题 慢慢浮现台面之后 如果你民众党 你有本事 把钟小平议员 所提出来的每一个检举 都把它四两破千金 全部拨掉 没数 合法 无罪 无罪 中小平是你们的恩人 他让你民众党重申 可是你黄国昌现不是 黄国昌你现在 彩队叫做什么 焦灼式的空转 这个理论只能去骗一般 这个国温造译很差的人 焦灼就转不动 能够转得动就不会焦灼 焦灼还能转动 所以他今天改了 他说焦灼式的摇摆 焦灼式摇摆叫什么 叫摇头娃娃你知道吗 那个底端粘在桌子上 然后你去打他的头 他头就这样摇 车上很多人都摇 对 就这样摇 这摇头娃娃 你在讲什么 你要讲一点法律的话好不好 黄珊珊虽然讲的话 让大家听不懂 至少他还跟法条接近了一点 蔡壁如虽然不是很懂法律 至少他找了法师来 帮柯文哲做法 人家都在想尽了办法 救柯文哲 只有黄国昌 你继续在讲话 你在打钟小平 那我们让原知委 有一点表达空间好不好 那黄国昌在骂你们钟小平 你还要跟他继续合作吗 反正不是骂我们 钟小平国昌 你有没有出席 没有啦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民众党现在整党上下 都很讨厌钟小平 也不是只有黄国昌 那你们国民党呢 我们国民党 没有 以我来讲的话 就是大家都党员 但每个人职位角色不同 台北市议员监督市政 觉得过去市政有弊端 他用力监督 然后大声疾呼 不是应该要好好大力的支持钟小平吗 刚刚钟小平还走错棚 走到这边来 真的 那不要让他讲一句话 我爸讲话 因为他今天有骂黄国昌 钟小平说他都在做善事 黄国昌都 到底有没有做善事 然后黄国昌你有没有 你是不是都在为自己的权位 钟小平讲说 他其实都是为了克文哲着想 就是叫克文哲 钟小平今天以前没有骂过黄国昌 他还讲说 叫国民党跟黄国昌合作就好 不要去理黄珊珊等人 那我是觉得黄国昌骂钟小平 就是受到整个民众党的氛围的影响 那因为之前他们说 还找了那个什么大言博士 就是选台湾市议员那个曾言杰 然后翻出曾言杰 你没有觉得你们是真心幻觉情吗 你们招委该让的也让 那可是黄国昌现在最臭你们 他没有臭我们 其实以我来讲 他就是在骂钟小平 那我觉得 可是他有僭越了 他管到你们国民党内部的 我觉得这不算管 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呼吁一下 赞青的主席管管你们民党立委 我们也会这样 只是说赞青的主席不会理我 那我请教伟航老师 你觉得黄国昌的这个说法 我们想他是穿糟的 然后骂人都骂很大声 然后常常这个咆哮的时候 口水都喷出去 可是 可是 他怎么突然这么游里有结 这游里有结 是紧针对国民党重要人士 重要人士 我不是说这个钟小平不是国民党 他也是国民党 但是没那么重要 没那么重要 比较边陲人士 要回党还要逃台东党部 才能回国民党 好 那不管怎么说 黄国昌现在就是在跟谁贴 网路上叫贴贴 跟谁贴贴 就是跟国民党跟傅宽奇贴贴 跟韩国瑜耍贴贴 所以韩国瑜办了国庆 要不要去 要去 当然去了 韩国瑜弄的 当然要给他贴一下 我们搞错主被动关系的主持是谁 主持是韩国瑜当院长开始的国庆大便 弄的这么多国旗 我们去给他贴贴一下 不把巴西带到 人家去看你这一个搬哪里去了 阴到八元 十到八元 报告完毕 已经带荡了立正站 看其实次 好 不管怎么说 黄国昌给国民党的面子这件事情 带无疑意 但是到底2016 把国民党拉下来是谁 2016 他不是讲2014 他不是讲太阳花 对 你突然讲到2016 2016你不是 在民进党里浪之下 去选戏子吗 这 跟国民党把它拉下来有什么关系 怎么逻辑都讲不上 讲得好像是你黄国昌 当年在戏子选的时候 大帝一声蕊 这是新党的招牌 突然凭地去脱逃 黄国昌在戏子参选的震撼了全台湾的国民党 导致国民党全面骨牌效应 这个也说不通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没看到这样的现象 好 所以黄国昌 他当然是在这个 我们来注意一下这个活动 他在比特王 他是在比特王的场子 跟谁呢 跟建东 建东是谁 他是在去年选举的时候 他原来是网红 自己也有公司 但他就是非常贴民众党 所以这原来上就是一个 对小草喊话的场子 对小草喊话的场子 那这些小草 知道黄国昌过去是做什么的吗 我强烈怀疑 所以他就用讲一个说 国民党是我打败 那根本不是民进党 民进党38年已经忘了初衷了 民众党5年也忘了初衷 黄国昌出来10年 你就记得初衷吗 我不是讲说那个 12岁读到15岁的那个初衷 不是 是你原来进入政治的 一开始的想法 你的坚持 你的台独主张 现在大家有些人说 我不要去国庆 因为中华民国要素太多了 人家不想去 好 这个都是个人选择 黄国昌率先去贴贴 你讲得过去吗 好 那当然黄国昌 早就已经信用破产 不过他之所以参加这个活动 第一个 他是要重建小草的信仰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现在民众党已经邪教化 邪教的几个特征 第一 大家尽量多捐一点钱 所有的多余的钱都拿出来奉献师傅 第二 没事就要多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们会在全台湾各地办活动 请大家一定要来 周末我们都有聚会 来听我们国昌上司讲到 上司讲到一定要听 现场领小礼物来提升你的灵性 第三 回家 爸爸妈妈看的电视不好 不要看 把它剪掉 那个同轴电脑还蛮粗的 其实剪下去不太容易 剪掉还是要付钱 对 这个有更理智的方法 就是把那个头转掉 但是原则上来说 你的所有行为 你就是把圈圈越做越小 希望什么 救克文哲吗 不是 黄国昌的很多看法都说 那个主席 他里面其中那个片头一开始讲 问担心主席 担心什么事情 他如果被交保 他不要交保 他宁愿在里面 等一下 主席真的跟你有讲这种话吗 真的有传这个圣旨吗 现在民众党 大家纷纷在传主席的圣旨 蔡壁如也说 主席跟他讲 我问主席 会不会进华城 你有没有跟他说 我说怎么可能 你瞧不起我 好 蔡壁如传了一个版本 黄国昌也传了一个版本 主席交保他不会出来 我很担心 主席跟我说 这个他怎么样 这个他怎么样 等一下你们这个是 像那个基督徒在写福音书 四本内容都还不一样 有点出路吗 重点就是在于说 柯文哲现在有口难言 大家只能看他每天 在那边粗粗粗粗 笑一笑 当然是越来越健康 大家今天都在讲 他头发越来越黑黑了 不错 那个睡得好 不再有烦恼 可能也看开了 觉得大概是没救了 心心一放松 人都健康 我们祝福他 但黄国昌呢 他现在都巴不得 柯文哲不要出来 这一些小草就可以谈到底 因为其实黄国昌 他不讲案情的细节 他其实在操作什么司法 迫害什么 反正他不讲细节 他直播那么长的时间 我昨天听了一大段 都在骂电视台 他不讲细节 但是我们要讲细节 我们让大家知道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其实柯文哲很多 他在主导金华城案的细节 已经推演到 原来不是要从这个 2020三月的便当会 还要再往前推 那我们看 现在侦办到已经是第四 round了 那我要请教黄哥 在侦办的部分 因为柯文哲他被 就是提讯的时间 是2.5小时就还压 2.5小时感觉上 好像还合理 不长不短 这样的一个时间 可是我觉得诡异 我们今天看了一个新讯息 这个人到底是去干嘛 现在稍微摸不着头绪 等一下时期 有一些答案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他的标题是这样写 他说金华城案最新进度 打一个惊叹号 然后说简联约谈民众党的 副秘书长徐甫 那你看到的确就是拍到徐甫 到了那个简联那边去 去联政署 可是呢 徐甫 我们看到新的消息是说 没有传徐甫啊 连政署也好奇说 哈喽 徐甫 你来这里干嘛 有人主动说 我有事情要报告来 我来连政署 这样吗 然后他说他主动协助调查 这是这个进度 那刚讲柯文哲 不是2.5小时就还压了吗 但是有一个角色很重要 但是问的时间 稍微觉得 从白天到黑夜 会不会太久了 我们看这是沈静巾 而且沈静巾不是说身体很虚弱吗 不是说 最近开始会战斗啦 抽搐 然后后来呢 又看到他又背尿袋 那你看哦 这个上面是什么 现在天气有热吗 热吧 热啊 咬米这皮 改被子 但是呢 那一天是9月25号 他的提讯时间 从下午的1点35分 一直到半夜11点57分 那个南瓜马车要开走之前 终于放他离开了 那黄哥你觉得问这么久 代表有什么样的讯息 我们可以来了解吗 这个时候会提讯沈静巾 而且问这么久 大概只有一个题目 就是问钱 问金流 因为金华城的图利的部分 基本上 因为图利主要是针对公务员 那审刑金的涉案程度 当然大 但是呢 他主要是 他会被受压境界 我想主要是因为跟金流有关 那你会问十个小时 我觉得应该就是钱 而且问十个小时 审刑金应该 如果就常理来研判 他应该有讲了一些事情 因为你如果说检察官一定问嘛 他一定手上一些东西 这个沈静巾先生 这笔钱几月几号几十号 你会出去给谁 如果每一提 沈静巾都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忘记了 然后你可以回去了 那应该两小时就问完 对啊 就觉得没得谈了嘛 你回去你回去 这台读不好 先走先走 会问到十个小时 一定是第一笔 沈静巾先生 某年某月某日 这个一五零零 这是什么东西 沈静巾说 这是钱 是新台币还是美金 你给谁 你为什么要给他 因为这个故事才发展的下去 如果都不知道 那就问完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问钱 因为其实就检方 目前侦办的进度 看起来 土利罪的部分应该差不多了 大概证据已经掌握在手上 应该都蛮完整的 现在就在于说 那个金流有没有对价 然后这个对价 能不能勾击出来 因为其实法院对于收费 公务员收费的 他的证据力的要求 其实还蛮高的 所以重点在经历我们对价 那我觉得今天 审刑金会被问十个小时 柯文哲只问二点五个小时 两个对照 因为是连着两天 对 可能审刑金问到一些东西 检察官再把审刑金的东西 拿去问柯文哲 然后柯文哲应该是全部否认 就问到他 他一定说 没有没有我不知道 那钱都陈佩琴在管的 我不知道 可能是全部否认 所以才会二点五小时 全部问完 因为如果他有承认一部分的话 那检察官就问 那他为什么要给你钱 这个钱是到底干什么的 你收了钱之后 你干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 一定是这样子问 对不对 那他二点五小时 其实你知道检察官在问案 你不要用我们一般 这种讲话的速度 因为他旁边要数据 对 所以他 其实会花蛮久的时间 我们去过检察庭就知道 就有点慢 而且他们还要选字 选的有够久的 我有一次去检察庭 都很想叫那书记官 你走开 我帮你打 我真的蛮想帮他打 有够慢 选那个字 选的有够久 我看着很痛苦 然后我们也浪费大家时间 所以二点五小时 其实如果以我们一般 正常讲话速度 大家觉得二点五小时 应该可以聊蛮多事情 但是在检察庭 大概可能是我们平常的 一半的 或是一半多一点点而已 所以他其实问不了什么 那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案子 应该快癥结了 现在有一种情况 就是大多数的人 包含我看黄国昌 前天在直播也这样讲 涂利罪大概会被起诉 那柯文哲会不会 如果只有涂利的部分的话 可能起诉 然后检察官就会说 那就不用收押了 也不用跟法院申请延压了 可是 可是他还有别的案子 对啊 这就是我要强调的 别忘了 我一直在提醒 柯文哲跟小草门 柯文哲现在是准贪污被告 那他有财产来源不明 记不记得杨文科的案子 杨文科只有涂利 可是检察官在起诉书里面讲 财产来源不明 另案争办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北检察官 看我不晓得手上有多少证 你就要看他的证据 他的证据 如果说觉得这个财产来源不明 可能跟收汇有关的时候 他搞不好会向法院申请再延压 就是我起诉之后 因为起诉之后的延压 停就是由法院决定 而且法院是一次压三个月 最重要的是法院积压 没有期限 就他不是只能两次 他可以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 压到你都忘记自己姓什么 压到你头发就变全黑为止 春夏秋冬走一轮 对对都有可能 越压越年轻了 压到都变旁客头 对对 嬉皮 所以呢 他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我预判这个案子 有可能是这样的进度 因为这中间检察官 只要针对他的财产来源不明 再查到有收汇的 他可以到时候起诉到法院 他可以再追加起诉 这个都是司法实务上是可以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是像 黄川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只现在你看 他们全部都是在土利罪的变化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 现在民众党的支持者 已经被洗脑洗成说 土利没什么了不起的 土利就土利了 有什么了不起 不过就是土利而已嘛 我有这种感觉 土利也是贪污自罪条例 也是五年以上 我再提醒你们 我怕你们记性不好 李素德大巨蛋是被判九年 一审被判九年 土利可以判很重 所以不要以为土利就没什么事情 那另外我想 因为我刚刚听贵亚在转述 黄国昌讲2016年 我真的使得恶心到想吐 你知道吗 就是说政治人物在自己的统温城 稍微自己碰碰一下 我觉得无可厚非 但是你不要魅于事实 黄国昌 别人不清楚 我还会不清楚吗 2016年你能选戏子 蔡英文出了多少力 你有没有谢过他一句话 当时审发会都已经准备好要选 是蔡英文去找审发会 当面谈了好几次 让说服审发会 让黄国昌来选 而你的辅选团队 不是民进党的班底吗 不是地方上民进党 戏子在经营很久的人吗 那如果就这一个角度 我觉得他跟柯文哲是铁麻吉啊 都是过河拆桥谱的啊 因为选上又是他们自己的力量 你好意思讲说是你打败国民党 拜托你把蔡英文放哪里啊 对不对 蔡英文是已经懒得 他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跟你计较 但是你从2016年当选立委 到现在为止 你有没有感谢过一次蔡英文 如果不是蔡英文 会有你今天的黄国昌吗 你2016可以顺利当选吗 你连选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黄国昌 做人不要忘吧 还有你也不用骂钟小平 我对于他骂钟小平 有一件事 我一定要帮钟小平讲一下话 他说钟小平不负责任 我告诉你钟小平对他每一个女朋友 都比你负责任 我对 我对沈庆金跟柯文哲两个 这个工坊 我有一点不一样的看法 就是沈庆金问了十几个小时 柯文哲问了二点五个小时 你要知道沈庆金想要辩护的 跟柯文哲想要辩护的是迥然不同 因为纯粹是图利 柯文哲图利微金集团 如果微金集团没有给柯文哲 任何一毛钱 只是柯文哲看 沈庆金帅或者顺眼 我就图利你 那请问沈庆金有什么罪 他的罪不重 因为是你甘愿要图利我的 你甘愿要图利我的 可是对于柯文哲来讲 柯文哲最怕什么 收贿 如果沈庆金有事实 贿赂你 而且证明你有拿到 这柯文哲完蛋 那可是这个贿赂罪 沈庆金是比柯文哲轻的 对 所以我讲他们两个工房不一样 所以沈庆金会跟检察官 这个增询工房到十几个小时 我是觉得沈庆金还在挣扎 所以沈庆金我觉得这十几个小时 他可能试图还在 还在跟检察官在做周旋 那可是检察官拿出很多证据 他可能凹不下去了 那柯文哲为什么只问这么短的时间 他一律都说不知道 那个沈庆金那好几笔钱 汇了多少笔给你是政治现金 还是进木可 还是进基金会 柯文哲最讲我不知道 那检察官怎么办 就问不下去了 可是他管很细 现在很多资讯都说 柯文哲是管道啊 你那个文具组 怎么没给我的支持者 有没有 小到文具组是多少钱 大概一两百吧 小到文具组 这种东西你都会去追了 检察官一定会把这些细项 包含了说 你是不是两个月 要听这些基金会里面的金流 做一个提报 柯文哲说我不知道 谁讲的 我没说 李文娟讲的 对 所以剩下就是 如果柯文哲都说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所以法官问的 那个检察官问的很快嘛 你不知道 我就给你记录 不知道不知道 都不知道 像是这种会死的比较快 下个就传李文绢 下个就传李文终 下个就把端木正传过来 那个 你们主席都说不知道 他怎么会不知道 我都有跟他讲 那完了 等到这个口供出来 这个证明出来之后 直接跟柯文哲讲 李文娟说了 李文终说了 端木正讲了 你还不知道吗 他说没有 我忘了 那柯文哲这种方式 只是嘴硬 然后让他的这个 所谓的时间 政材时间很短 只是爽而已 对他的案情有帮助吗 一点帮助都没有 态度不佳的话 其实 加重 对 会加重 不过这个部分 我要补充一下 因为我觉得柯文哲 现在没有这个空间 因为之前媒体的报导里面 有这么多 他交代李文娟 有这么多详细的对话记录 其实是被截录的 所以检察官在问的时候 一定会把这些东西拿出来问你 问柯文哲说 你交代李文娟 什么一百万 媒体大亨 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你在处理什么案子 他绝对是要去回应这件事情 他没有办法说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就如刚刚贵雅所说的 如果都已经拿到有证据 你还睁眼说瞎话 说我不知道 你知道那是黄珊珊 他们在外面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没有刑责 你现在在检察官 侦办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这样子讲 我告诉你 到时候起诉书就这样 罪嫌重大 然后这个态度 非常的恶劣 都把你再写一笔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柯文哲 现在在面对检察官的 侦办里面 他也许有很多的东西 检察官其实是拿出 相关的对应的资料 其实去询问他 但是沈庆金的部分 我要讲 沈庆金现在可能不仅仅 只有金华城这个案子而已 你看光金华城的金流 现在媒体报道有多少 他从金华城出了 4.3亿的公关费 然后又要求顶月 给了金华城5亿的公关费 这总共加起来9.3亿 到底流香在哪里 完全不晓得 然后再加上这个礼拜 爆出来说 这个沈庆金在2017年的时候 跟他的王姓司机 王姓司机说 我帮你进出海关 带了好几亿币 这个几亿币的单位 到底是台币 美金 港币 还是什么币都不晓得 那如果这是真的的话 我告诉你 他现在检察官要查的是 沈庆金你出去的金流 是怎么出去的 出去之后做了什么样的运用 那这些跟金华城有没有关系 甚至我觉得他想要连结起来是什么 还是柯文哲那个USB里面的 11月1号 1500 1500审庆金小省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是要被连结起来的 所以他会花那么多的时间 而且扩及到往沈庆金之前 所有的案例 还有包含他之前曾经出国的时候 就要冲海关 带了很多钱 被人家射击 被这个海关拦下来 认为他就是洗钱 带钱要出去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会全部被串联起来 的原因是在这里 第二个就是说 你知道吗 鼎月 他那个时候在鼎月 金华城卖鼎月的那个时间点 其实他在卖的那个时间点 他的金华城的容积 只有560 卖了之后 沈庆金跟朱雅虎 再去把金华城的容积 争取到840 所以他卖的时候 是560的容积 变成鼎月的时候变840 可是那个 他在争取840的容积 是整个是进行当中的 那对于金华城的股东来讲 我用560卖给你 结果可以争取到是840 你没跟我说 不是啊 那我们不是都是一家人吗 我子公司怎么会对于 我上面的这个金华城 金华城的有一些股东 并不是微金的股东 并不是鼎月的股东 因为鼎月其实是 中公百分之百投资的子公司 所以金华城的股东 跟鼎月的股东 不一定完全一模一样 那对金华城的股东来讲 我买给你的是560 结果你在争取840 你没跟我说 争取到840 我卖你的钱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检察官在这个案子里面是不是还有所谓的特特别背信队在侦办 我觉得有 所以我觉得审信金不单单只有金华城这个案子 还有包含他所有的金流流出 还有包含他这个金华城左手卖右手等等的东西 我觉得都是检察官在侦办的进度当中 而且这也是他为什么一被问 会问这么长的时间 不是只有单单的金华城的容积 没有 我为什么说 柯文哲没有那么单纯 你看柯文哲记不记得1500 当常检察官就告诉他说 你那个时候不是在跟里长会面吗 柯文哲秒回 凹改时间 其实他的狡猾程度不是我们能够提 我们可以想象的 另外审信金 这个王姓司机丢出来说 他也拿了很多钱到澳门去 我们看来好像抓到金流 可是审信金如果跟检察官讲 对 我这5亿 我拿去还赌债 所以你看我花了这么多次 几个亿叫小王带出去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狡猾程度跟变财程度 可是如果要还赌债的话 其实那个赌场他们有一个机制 你还钱不用到自己说 我一定要量 对啊 不可能 你有别的方式 你有钱完他会派人来跟你收 因为那段时间 审信金可能跟澳门之间的 这个在财政上有一些不信任感 他必须 他可以讲很多方式来跟检察官讲 我必须要带现金出去 所以这个小王或是这个老王 帮我带几个亿出去是还赌债 而这几个亿跟金华城 这5亿是不是有关系 其实他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脱罪 就看检察官在这段时间 包含这个王姓司机 包含了跟澳门那边的金流的厘清 能不能破解审信金跟柯文哲的这种狡辩 如果破解成功 他们就完蛋 如果破解不成功 他们还真的能脱罪 我想补充一下 审信金可问的东西太多了 就是说因为他不是也编了一些公关费吗 可是公关费的流向还没有被完全掌握 因为目前看到的你说什么两百两百两百 这里的钱很少 一千多万金 一千出头而已 很少 一共是4.3亿 所以那个钱的流向 所以这件事情 当然还可以持续的问审信金 那审信金习惯性的在澳门 澳门的赌场是在干嘛 就是专门帮钱洗澡的 就是钱洗一洗之后就变干净了 在洗澡澡之后 然后他就习惯用现金的人 沈静晶又是习惯用现金的人 他就会制造出很多 这个有一个要补充是因为 他不是那个就是把钱带出去 结果被查下来扣掉钱 他就觉得很不高兴 他还去打行政官司 打行政官司之间就有很多细节 是在判决书当中 那判决书当中就揭露说 对 沈静晶从来没有使用过任何信用卡 连针后对 确定他真的没有使用信用卡 他是一个只用现金的男人 现金控 大老板只用现金 然后走到哪边没有用过信用卡 所以这件事情可联想的 这个范围就很大 为什么要用现金 因为现金才好断点 我才让你查不到 那所以要查这些现金的流向 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就是说 你的公司企业这么的大 有没有用员工的人头去做捐款